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录资料库 以及灿烂时光节目联合 制播的视讯跟音讯的节目 我们的节目今天 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在去年的9月28号 我们知道在香港的整个金钟 这一个地方 其实聚集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那这当然是要要求 所谓的在香港能够去争取 增补血来做所谓的政治改革 不过在9月28号的晚上 其实就打了非常多的催泪弹 很多人就撑起了雨伞来去 防备这个所谓的催泪弹 所以这一场的这个非常大型的社会运动 也被称之为雨伞革命 雨伞革命的一年了 这一年当中 到底香港社会有什么样改变 香港的这个政治局势 有跟过去不同吗 这些民众当时参与社运的 这些朋友的这些所谓诉求 是不是也都达成了 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香港里南大学的副教授陈宇宗 还是长期关心香港社会运动 甚至亚洲各地社会运动 都有或多或少参与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学者 也是一个社运人士 宇宗你好 你好你好 管老师你好 我们今天在这里 我们要跟他谈这个香港的雨伞运动的话题 我们当中提出的几个诉求 包括这个所谓的真卜选 或者是要量真一下台 或者在更早之前也谈到说 废除功能组等等的 这种所谓选举的制度 希望香港的政治改革 能够更符合民主的精神 以及它的实质 可是我们看到一年过去的 这些好像都没有改变 你怎么看这样一种状况 香港是一个相对保守的社会 所以我们的游行 你看过去的10年的游行 7月游行 其实都是不激烈的 都是中产主导 就是比较温和的 所以这次雨伞运动 它虽然在诉求上面 政治诉求上面 其实都失败了 争取真普选 当然是因为北京很强硬 都失败了 当然立法院的废除功能组别 根本议题都没提上来 所以只是单一议题 就是特首选举要民主 那么要不要筛选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 从一个传统上 一个比较保守 政治上比较保守的社会 走到公民抗命 变成一个常态 所以我是想说 现在才是真正进入一个 以公民抗命 作为一种常态的民主运动的开始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也不是完全失败 所以很多人讲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启蒙运动 然后加上精英也分裂了 现在一般上什么律师 会计师这些专业团体 他们都是跟执政联盟结盟的 他们很少站出来 很少以团体的方式出来 现在散后有18个专业团体 包括医生 律师 会计师 精算师 全部都自己自我组织 然后出来参与社会运动上街 然后写信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精英分裂加上公民抗命 作为一个未来的常态的抗争的话 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有所进步了 对我们从长期的角度来看 可能包括你刚刚谈到的精英分裂 原本可能相对保守的这群社会精英 维系既有的这种所谓的政体的这个价值 这群人也分裂了 然后也开始去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参与社会 不过我想还是要回过头来 在整个政治改革上面 我们知道在2017年就要进行了这个特首的选举 在这段过程当中 难道没有要再去尝试做不同的努力吗 就是真普选难道不是一个还是一个非常重要 要去争取的目标吗 真普选当然还是还是继续 还是这个余赏仁呢 是最关心的议题 现在暂时因为现在一个低气啊 现在我们现在要面对的呢 是如何发动第二波的民主运动 可是在准备这个第二波的民主运动的时候 已经受到非常强烈的打压 怎么说呢 现在中国共产党呢 其实现在苗头是指年轻人 他觉得年轻人这个明星未归啊 就是回归之后这个明星还没有回来 所以他们其实是想针对大学 现在重点打击的对象是大学 比如这个港大最近这个法律系教授陈文敏 被校长这个校内的高层推荐做港大的副校长 是一个就是第二把交椅了 这个东西如果在过去100年的这个传统的话 就是校长这个高层提名的话 校委会就自动通过了 可是现在梁振英把校委会呢 就是推荐了很多所谓我说保还校委 所以他们居然够胆否决了这个委任 所以这个整个校园的自治 大家觉得自治现在受到很大的挑战 9000个校友出来反对 然后很多学生现在可能酝酿又八克八教这个地步 所以现在其实是在反抗这种秋后算账的压迫期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能够顶得住这个秋后的这个这个镇压的话 那我们才可能在想说我们这个民主运动 这个第二波民主运动能不能再发起 你的意思说在雨伞运动之后 其实中国的中国共产党 其实他对于所谓香港更加的这种严密的控管 更加的打压 他没有任何的所谓的相对的怀柔的政策 希望能够笼络新的做法 没有没有现在共产党是可能习近平上台以后 他是采取一个非常强硬的态度 在国内这个民权人士的话就受到很大的打压 维权律师都被他不都被抓管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香港也是一样的 因为香港是现在直接被北京统治 在这个情况下是北京是反而是用更强硬强硬的方法来来镇压 所以是说所以现在大家都很愤怒 然后很多小的反抗 不过都还是暂时还要对付很多人 像我们200多个朋友被控告 要上庭 然后学校被渗透 所以这些事情还要现在还是在抵抗当中 所以暂时还没有办法凝聚另外一股另外一股比较大的力量 来再继续争取这个政府选 不过从你刚刚的这个说法 例如说第二波民主运动 或是你刚刚举例的例如说包括这个香港的精英界过去 可能比较维护既有这些这些的精英界 其实已经开始慢慢的这种所谓的自主的发生 那也会对一些实证去提出自己的看法 或者是包括之前我们曾经访问过的这个中国维权律师关注主 他们其实也是透过集体的方式来去做这种所谓这个政治的表达 那这种看法这样的一个发展 我这样听起来你是不是蛮乐观的是吗 是是乐观的 因为我们一直在期待说这个精英如果不分裂的话 就是说没有一个精英是站在民主这一边 以组织的方式站在民主这边是很难反抗的 就是说因为他们太强大了 所以现在比如说一些立法院的功能组别 他们就开始组织要把那个立法院的功能组别 这些精英团体的专业团体要把它拉下来 然后推举自己的候选人 还是去质疑那个保皇党的这个功能组别的立法议员 所以现在就是说其实差不多是遍地开花了 就是说雨傘这个大的运动一个就是一个当一议题的运动 现在就变成很多很多小的运动 在功能组别上争取 在社区也有非常多的新的组织 现在就想说在社区里面扎根 民主要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要改变这个新的政治文化 所以这个其实都在发生 就是说如果你看的是一个大型的民主运动 是所谓的我讲的第二波的话 当然应该我修正一下说第二波大型的民主运动 还在印象当中 不过很多几百个很小的民主抗争 还是守卫战呢 其实一直都在发生 这我们待会再花更多时间来谈 你刚刚谈到说的比较更小的民主抗争 这些守卫战的 还是回到这个大型的运动里面 就算我们看到这个大型的运动当中 其实包括这些反抗者反对者 其实也出现一个在其他国家的社会运动团体里面 其实比较少见的这种现象 例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有所谓的激进右翼的出现 就是像包括这个人民力量 包括像这个所谓的热血公民等等 那这样的一个发展 其实对整个香港社会的这种所谓的民主的过程 或者是这个反抗的过程 它是一个更积极的一种对抗性 因为他们相对之下在行动上面 那是一种更对抗性的激进的这种做法 还是事实上会把整个香港好不容易激起的这个社会力量开始产生 另外一种所谓分裂或者是抵消的信心呢 其实在这个运动里面最大的隐忧呢 是所谓的这个所谓右翼排外右翼的兴起啦 当然以热血啊 然后一些本土排外本土组织带头 不过他们其实一点都不激进 如果在现场的人都知道 所以他们只是说在网路上一直说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激进很多行动 不过实际上真正的行动者呢 都不是他们的群众 都是一些所谓的素人 就是一些年轻的素人 然后他们可能会听到他们的号召 可是他们也不完全认同这种 台外的这种右翼的语调 很多到现在散后的时候 其实他们已经很多都分裂出来了 因为他们就是觉得说你只会讲 你只是没有做 所以激进的他们的确有这种激进的论述 可是在行动上他们其实是做的很少的 的确是在这种当北京的压迫 跟这个新移民跟自由行不停的来香港 其实自由行从来没有断过 那个新移民来香港呢 其实大部分是中国新娘嫁到香港来了 嫁给香港的基层 这条路其实从来没有断过 也没有特别增加 也没有特别减少 就是一直维持不断的 其实自由行是的确有增加的趋势 所以他们想把这个北京的政治压迫 跟这个中国人来香港这个事情呢 就是把它连在一起 所以意思是说本来我们要争取民主 跟我们的人口政策什么定律 其实是应该是可以分开来处理的 不过对右翼的论述里面 是把它混在一起的 就是说他们就把它简化成说 如果你要反北京 你就反中国人就好了 如果你可以反中国人 然后你看到中国人你就去反他 的话就会给北京压力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有效的反共的策略 所以他们是把这种政治跟生活把它短路 就是一个把它short cut 把它粘在一起 这个是他们的策略 所以这个使得很多年轻人 他们可能感到很无力 可是他们一下楼就看到一个中国人 看到一个自由行 他们就可以说就有力量了 就是说我去骂他 我可能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反共的行动 这是一个很大的隐忧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 因为其实香港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是非常密切 甚至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就会一走出门 就会看到很多的中国人 那对很多的香港民众来讲 他可能打从心里面 就觉得我们是被侵犯的 他产生了很大的教育 第二有意思的是 这些所谓的本土右翼的这批朋友 提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法 这解决方法是可以立即介绍 例如说我可能就去攻击他 我可能就会排斥他 我可能就去骂他 可是这个是某种他的情绪可以去解决 可是相对上我们可以看到 在香港所谓的保育派的这批朋友 就是说所谓的一般被称为左教这批朋友 似乎在这件事情上面 他提不出一个比较完整的 或者是一个有效的策略 那他当然也会让很多的民众 就觉得说我的焦虑感这么大 我根本没有办法消解 不是吗 左翼里面其实的确有分成两派 有一派的确是想在政策上是想要去处理 比如说新移民的审批权 其实他们是同意审批权 应该要是香港来审批 而不是中国的公安来审批 就是谁可以来香港的 这个新娘 中国新娘谁可以来的 现在是完全是中国单局说了算 香港没有话语权 所以这个都是 这都是都不是直至 如果你是香港直至的话 应该这个东西应该由香港来审批 所以这个部分的政策 左翼有一批的左翼是同意的 比如说自由行 我个人而言就觉得自由行太多了 自由行应该把这个数字 应该要减到减下来 现在7000万 就大概是香港人口的10倍 这个是太夸张了 所以不过有另外一批 左翼的确是不想碰触这个问题 他们的确是有一点想逃避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问题一碰 就是歧视问题 所以他们暂时有一点烙着这个问题走 所以基本上不是所有的左胶 都是不想处理的 只是说他们现在没有一个共识 说应该可以一起来做 我觉得很恐怕是在整个香港社会运动 他必须面临到的问题 一部分是所谓的外患 就来自于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些各式各样的一种打压 压力 另外一部分就是所在内部里面 如何去共同的去面对 所谓的真的所谓的中国问题 特别是在日常生活里面 甚至刚谈到的这个所谓右翼的这一批朋友 他们所采取的各式各样的行动 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回过头来到我们现场 我们要谈到刚刚宇宗特别提到的 香港在这个所谓的雨伞运动之后开始出现了 也不是才刚开始 那应该是一个延续性的这种所谓的社区运动 社区公民的这个运动 我们待会来谈这个部分 hit 發尚 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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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咬的 好痛的 天哪的火 南得个好酸的 我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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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尺方圆 雨三下空间 谁的人能划破那梦魇 暴雨几下 人在漆黑夜 蒙着眼望绝了蓝天 站在身前 当去狂风暴 换我向前 为你擦泪眼 手中的伞 刺穿那荒诞 鲜柔的后缀散褪泪眼 要举起伞 用力衬伞 尽管不安 我们却不孤单 对吗 要举起伞 用力撑伞 要为我赢得的答案 去争他吗 好哪有答案 好哪有答案 咱都在这儿了 好算是咱心来的火 好来开默默 我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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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说你 我记得今天 天天应对 我淡淡太 我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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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前一步 从此这一晚 共堂自由 一直永不安 要举起伞 用力撑伞 尽管不安 我们却不孤单 对吗 要举起伞 用力撑伞 要为我赢得的答案 去争他吗 去争他吗 要为我赢得的答案 去争他吗 用力撑伞 尽管不安 我们却不孤单 对吗 要举起伞 用力撑伞 尽管不安 尽管不安 我们却不孤单 对吗 要举起伞 用力撑伞 要为我赢得的答案 或许咱心来的悔 好来鬼旺旺旺 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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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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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啦ت 你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 会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 管重彰 今天在節目現場 跟我們一起聊天的是 香港里南大學的 復香港社會運動 参与社會運動 甚至在亞洲 馬來西亞 台灣 也都可以看到他身影的 陳昏忠 昏忠你好 你好 我们在前一段裡面 也特別談到了 在香港的 雨傘革命 雨傘運動 之后的一些后续的发展 整个政治的局势 也包括在社会运动的 这个所谓的群体 或者是在反对 支持这个雨伞运动里面的 这个群体当中的不同立场 或是不同的看法 不过我们知道在今年年底 香港就要进行 所谓的区议员的这个选举了 那选举当中我们也看到 当时有很多 有一部分参与这个雨伞运动 雨伞革命的朋友 他也投入了区议员的选举 你觉得这个投入选举 这件事情会对香港的政治 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年轻人参与地方的选举 一般都是要靠党 靠大的党 比如民主党 是最大的 有最多的区议员 这次他们也推出了95个人出来选 也是历届最多的 不过雨伞运动之后 很多年轻人因为对泛民 有一种不信任 所以他们就说 我们要去选 可是大部分他们去选 都还是有一些协调 他们就不会去跟 已经民主派 有的候选人去同一个选区 所以我们就说不要转区了 所以基本上他们还是尽量避免转区 因为两败俱伤他们这个是理解的 所以他们就会去挑战一些建制派的区议员 特别去挑战他 知道没有胜算了 很多是大哥级的 然后他们还有立法会议席的 他们就专门去挑战这些人 所以让他们不要自动单选 还是让他们要去回应这些比较难的议题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散兵现在大概我相信有大概有三十几个吧 三十几位所谓的散兵 现在准备参选 他们现在就陆续报名 现在是报名期 即使参选了 或者是选上了 或者是说在这个所谓的选举的过程当中 也开始了去关切所谓的社区的议题 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政治形式的做法 就能够让社区更关心 整个香港的政治的改革 政治的发展 是在同时 当这些散兵去选举的同时 还有散兵还有做两件事情 然后还有一组散兵 就专门还是去宣传民主议会 真普选议会民主的一个理念 废除功能阻别 然后还有说整个区议员的区议会 还是立法会的种种问题 他们还是去受宣传 这是第一批人 然后第二批人 是我也参与的一个叫做社区公民乐章 社区公民乐章其实就是说 我们把雨伞运动的时候的口号 就是说所谓的命运自主 把它变成社区自主 就是把民主带到社区里面去 所以口号就是自己社区自己救 然后希望说社区 就有很多社区计划 所有的社区计划其实就是一个民主计划 对不对 一群人十个人说我们要现在解决社区托额的问题 还社区环保的问题 那我们怎么开会 我们怎么用一个民主的方式来去推动这个事情 而我们不只是依赖区议员还是政治人物来帮我们 我们就是自己想办法解决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推动这种自主的社区计划 因为我们觉得这就是民主计划 这是民主的学习 跟民主可以进入公共生活的方法 但有些人批评就觉得我们这个很理想化 这个要需要很多人力 所以我们这个社区公民乐章这个运动的确是吸引了不少 我们现在有1200多个人签署这个事情 我们已经在各区都分了很多小组 在讨论主要在讨论说我们应该怎么进行这个事情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社区民乐章的做法 跟过去我们知道在反高铁运动之后 或是像新北的开发案当中 有很多人进入到有些人进入到农村 然后也是开始跟进入到农村生活 甚至去发展农村的社区的这些工作 这两者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这次运动他们是更关心 我猜是更关心这个连结 就是说我们的社区运动 以之前的社区工作还是社区活动 他们是去政治化的 就是说我们就是要改善社区的生活 改善这个基层的生活 然后我们不谈政治 我们不站边 我们不说我们这是黄师还是蓝师 可是余赏后的这个社区运动 是很明显的说我们就是黄师 然后我们就是民主派 我们是有政治理念的 所以就说这不是一个去政治化的社区运动 这个是最大的差别 所以他们是企图把这个社区运动 跟政治运动把它结合在一起 那只有做签署的这样一个工作吗 你今天做签署 那他又代表什么呢 一千人两千人一万人签署 其实签署在台湾 例如说连署恐怕都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举动 他有任何的约束力 或任何更实际要去执行的一些工作跟任务吗 有我们这个连署我们不叫连署 其实我们叫承诺 他写的时候他就说我承诺要做一个社区公民 所以我要推动社区参与 社区自主社区经济社区共享经济等等 然后他们就留下联络电话 所以那个联络电话才是我们最重要的 然后之后我们各区的小组就会联络这些人 然后我们就会开所谓的社区公民乐章的简介会 就跟他讲说现在整个月章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我们有你的区那里有什么人在做什么事情了 你有没有兴趣参加 还是你觉得你的区里面有其他的问题 你有兴趣 你人不够 我们就看一下有没有相同兴趣的人 可以买班在一起 可以一起来做这事情 所以其实是很多很多配对的工作联络配对 跟开会的工作 希望他们可以有足够的资源 跟朋友可以发动这个所谓的社区计划 所以其实不只是联署联署的确是完全没有用 而是联署之后愿意留电话 而且又愿意来开会的那群人才是我们的群众 那现在开会的状况怎么样了 是大家会很积极吗 就是特别是因为当他要去跟政治运动结合的时候 他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社区的邻里的关系 他可能有更多的权利的关系就会冒进来 甚至他可能会存在了非常多的风险不是吗 是的确是因为现在是大部分这都是政治素人来主导的 他们其实对社区是非常非常陌生的 所以他们其实学习有一个学习的时间了 我们现在发动在两三个月 所以素人其实很多的都很焦虑说到底怎么做怎么办 然后有些人说不管了 我们先去试看了 比如说现在他们很多做飘书 就在街道上拿一些书来飘 就是说大家可以拿去用还是把书拿来 他们就说我们先做这个东西 先先试一下所谓共享经济什么运作 然后趁这个机会跟居民讨论社区的问题 然后从那里再想想看能不能能够把这个居民了解这个社区的问题 然后把更多的居民的邻居起来再做其他事情 这个是这个事情比我想象的困难 因为就是大家就太没有经验 太没有经验 不过我是觉得如果这个事情在雨伞之前是不可能发生的 雨伞之后就有很多很有心的素人 他们就想不要做事我要做事我要做事情 我不能待在家里 我待在家里我就受不了 可是他们就欠缺的经验知识信心 然后所以这个东西社区公民乐章这个平台 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开很多训练帮 我们开很多那个什么社区记者训练帮 如何开100个人的公民公民大会 对我们也请了台湾的吕佳华来教我们对的审议大会 我们怎么审议预算 怎么监督这个区议会 所以其实有很多训练帮 然后加上那个剪接会 然后加上他们的很多自己的尝试 所以我自己是定立第一轮的运动应该大概需要10年 10年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间 大家撑着下去吗 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大家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对所以我们需要有很多小的成功的案例要慢慢出来 如果没有的话 大概是对大家都有很大的打击 可是同时我们也有一些候选人 我们有一些所谓乐章的候选人 我们在10月11号要开记者会的 大概有15个散兵加上一些民主派年轻的 他们都很认同这个乐章 他们就想说用选举的方式来推动乐章 还是说他们当选的时候 他们承诺当选的时候 他们也以这个乐章的精神 继续推动这个社区自主的运动 所以我们其实有两条路走的 一个是政治素人的这个所谓的 慢慢在社区扎根的运动 然后另外一个是政治运动 所有的选举我们都会趁这个机会 说服候选人来帮忙推动这个乐章 其实在香港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区域 他都有非常不同的风貌 例如说不管是在新界或者是像油间旺 这些比较传统的社区 或者是像金钟 或者是像其实像铜锣湾等等 你都会发现他其实都会有不同的 这种风格不同的风貌 那怎么去面对这种不同风格 不同风貌的这个地区 例如说也许我们在传统的这种社区里面 油间旺这些方似乎好像比较容易组成 邻里的关系比较密切 可是你到了金钟到了铜锣湾 那个关系其实相对之下是更复杂 而且他大部分都是一些流动的人口 你们在这种所谓的社区的公民的运动里面 会有在区域上面的一些区别吗 有所以我们虽然我们的乐章 乐章是很社区共享 还是社区民主 这些都是比较笼统的 所以我们才要在各区 有自己的小组跟联络人 因为他们才会了解这个社区的特性 所以一定要配合这个社区的需要了 所以我们现在想想法 因为社区民主什么叫民主吗 民主就是说居民有一个需要 然后他们不知道怎么解决 然后政治人物不理他 然后我们就希望这社区公民来理他 还是说他自己变成社区公民 所以当然是一定这个需要 一定是从地方开始出来的 所以可能在邮件1可能他们需要的是一个二手电 可是在一个中产的社区 他可能是一个环保的一个计划 还是一个教育的计划 所以的确是会百发齐范的 但我希望是我们现在有18个区 每个区如果每一年都有五六个自发的计划 大大小小的话 我相信会慢慢酿成一种新的政治文化 在不同区域当中他事实上也会有不同的经济的势力 也会有不同的政治的势力 甚至会有不同的黑帮的势力 你们不会有这些担心吗 或者是怎么样去突破这些势力的这种所谓的封锁 甚至是一种所谓的攻击呢 所以可能下手的就相对是比较保守的 不是直接就是一个政治的一个项目 可能就是只是一些环保妈妈 就是如何做酵素开始 还是说共享经济 如何一起坐车 避免交通阻塞 可能就从那些可以立民的一些计划开始了 当然一些比较敏感的 你讲的没有错了 很多地方势力 建制派在地方也很多势力 所以其实要如何绕过他们 还是说跟他们合作 都还太早 现在还太早 这其实就是你们一直所强调的一种所谓港人治港 或者是这种所谓港人治港 这种所谓的真正精神的落实对吧 其实我整个背后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政治危机感在里面 因为自从2003年之后 共产党是派了大量的人下令社区 用所谓的利益的方法来服务选民 所以其实在选民 他们有非常多人在做社区工作 所以基本上在社区这个层次已经差不多完全赤化了 在区议会的议席里面 18个区议会全部都是建制派 以大比例的方式来主导这个区议会 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我们他们的组织站做得非常好 所以他们组织票很强 所以如果我们不在社区领域里防止渗透 防止渗透的力量继续扩大的话 其实我们不只是区议会完蛋 我们立法会也相对完蛋 但是现在目前发明的立法会的策略都还是以所谓的媒体票为主的 对上媒体为主 他们组织票是非常弱的 他们现在暂时这个危机感也慢慢加强了 他们知道说未来一定是组织站 然后组织站的话 那一定是要到社区这个区议会的层次在这里要作战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整个社区运动其实也是想希望说可以至少可以缓和整个渗透的力量 可以避免这个整个社区是就是完全吃化的情况发生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策略 他其实就是所谓的民主 他可能不是在一个所谓的立法会的这个舞台里面 或是只有在这个征服选过程当中 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环节 他都必须要去落实我们也很开心的看到香港的社会 其实在这个社区运动这个部分 其实也慢慢的在非常着力的在做这样的一种努力 今天非常谢谢云忠来接受我们访问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希望未来有机会再继续来访问云忠 谢谢云忠 拜拜 谢谢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空的眼泪 吸过了时间 还来脾气还行 散在手中的幸福消失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